我自小伺候的沈小姐惨死于荒谬后 沈夫人任我做了养女 一夕之间 我从婢女一跃成了沈家唯一的小姐 名为沈婉月 不少人羡慕我的好福气 更有人怀疑是我为了顶替沈小姐的位置 暗害了沈小姐 我不辩驳也不理会 只专心跟着沈夫人请来的宫中嬷嬷 学习世家小姐的礼仪姿态 随着年岁渐长 每逢诗会宴会 我每宴的长相总会引来不少名门公子的追求 其中不乏世家皇族 可我却一概不理 而是暗中请来了京中最有名的花魁娘子 教导我房中之术 教导我如何勾引魅惑 如何摸透男人心 日日不断 风雨无阻 学得极其用心 直至花魁宋娘子教无可教 她赞我是她最出色的学生 又对我有几分好奇 沈小姐身份尊贵 又是京城第一美人 奴家真是好奇 到底是何等男子竟要您如此费心 闻言 我抬眸看向镜中美艳绝伦的美眼 勾唇而笑 自然不是一般男子 她呀 可是至尊帝王 宋娘子愣了一下 才说道 但世人皆知 皇帝专宠贵妃 曾承诺贵妃一生一世一双人 多年来 不仅冷落宫中妃嫔 更是从未选秀女入宫 沈小姐难道要一直等不成? 是啊 帝妃恩爱 天下皆知 但 帝王家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本就难于登天 更何况就算陛下真的信守承诺 可后宫之中 我轻笑着 眼底却是凉薄 可不只有陛下和贵妃 半月后 选秀之日将近 太后亲自下了一职 宣召五品以上官员家世灵女子皆要入宫选秀 我也在名单之中 宋娘子问我为何料事如神 我笑了笑 因为贵妃无子 深宫之中 皇帝当然可以申请 但绝不能无子嗣 除非 她心甘情愿将江山拱手让人 但即便她愿意 太后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皇帝真的绝后 所以 秀女入宫是必然 无人能阻拦 进宫那晚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最后见小姐的那一天 那日 我们手挽着手 去灵隐寺上香祈福 面对神佛 我无精打采 她却满心虔诚 我问她求了什么 是不是姻缘 她娇称了我一眼 然后 将求来的祈福荷包 系在了我的腰间 我呀 自然是求菩萨 护佑你一生一世 平安顺遂 喜乐安康 艳阳下 她荣光无限 眼底满是对我的温柔 她说 我是姐姐 姐姐自然要保护妹妹 她一向是说到做到的 所以 在回府的路上遇到匪徒时 她拼了命地将我藏在身下的暗室里 致死都不肯挪位 温热的血透过缝隙滴在我身上 我抬头看 是她依旧温柔的目光 歹人凌虐在她身上 她明明都要死了 却笑着对我说 别怕 有我在呢 不知过了多久 荒谬外传来一道轻快的脚步声 女人雍容华贵 发际高竖 她居高临下地瞥着早已没了声息的小姐 却笑了 审可哑 看来你这个女主也没什么金手指 还不是死得这么难看 女人脸上的笑如毒舌般恶毒而诡诀 我猛然惊醒 才发现满脸泪水 而沈夫人正坐在床榻前 满心担忧地望着我 阿月 我们不入宫了好不好 不好 我推开了她的手帕 坚定而认真 母亲 我活着 就是为了复仇啊 贵妃既杀了小姐 我便要杀了她 这样才算公平啊 选秀大殿外 秀女们排列在公道中 还肥艳寿 才亦万千 可皇帝却百无聊赖地坐在高位 无一人被她相中 留牌子的秀女皆是太后做主 太后按例问着我是否读过书 琴棋书画哪样最好 而这时 皇帝突然开口道 你便是沈家那个在小姐死后成为沈家养女的婢女 沈婉月 此事人人皆知 皇帝却将此事特意说出来 她是要让我难堪 看着皇帝戏谑的目光 她似乎在期待我会何种反应 或羞愧而逃 或羞愤落泪 可我却迎着她的眼睛 微微一笑 陛下竟然认识臣女 臣女真是受宠若惊 这种调皮话 从未有人敢对皇帝说过 皇帝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却冷哼了一声 上下打量着我 听闻你是京城第一美人 在朕看来 不如贵妃时之一二 这话刻薄 可我却只是眨了眨眼 似乎没听懂她的恶意 一双性眸闪着成亮天真的光 道 臣女蒲柳之姿 当然比不上贵妃国色天香 但即便如此 蒲柳也自有蒲柳之美 不瞒陛下说 臣女时常看着镜中的自己 感叹父母给我生了一张好相貌呢 谦虚却又不卑不亢 皇帝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 便不再说话 仿佛对我失了兴趣 可太后却注意到 她没了方才那副 一直兴致缺缺的堕揽 笑着开了口 沈小姐性子活泼 人也生得好 带着鲜活气 皇帝 你看如何呢 皇帝不冷不淡地瞥了我一眼 才开口 那便留牌子吧 话音未落 殿外一个宫女突然闯了进来 大喊道 陛下 贵妃心计犯了 此话一出 皇帝猛然起身 大步朝外走去 可与我擦肩而过时 她却突然脚步一顿 道 沈婉月 便封月贵人吧 这是本次选秀中独一份的皇帝钦锋 我温顺低头 眼下了嘴角一闪而过的笑意 世人皆知 贵妃圣宠无限 皇帝刚登基时 在猎场遭到刺杀 被当时还是驯马师的贵妃所救 两人芳心暗许 皇帝回宫后 第一件事便要废后 封贵妃为后 却遭到了前朝后宫一致的反对 皇后无措 怎能轻易废弃 更何况 贵妃家事实在低贱 皇帝不得已 才将她封为贵妃 贵妃伤了身子 无法生育 皇帝便不让其他妃嫔生育 这是天大的恩宠 此事放在民间 可能百姓要再一句深情 但放在皇家 却是昏庸荒唐 民间不少人将贵妃视作打几包四只妖妃 此次选秀 不光是太后逼迫 更是为了贵妃的名声 贵妃自知如此 才会退让一步 却绝不会真的安分让选秀真的顺利进行 选秀大殿上 皇帝被贵妃借病引走后 太后气得脸色煞白 目光贴到我时 语众心长地说道 岳贵人 你是陛下亲风 就住在玉华宫吧 陛下子嗣少 岳贵人要多替陛下温忧才是 出了什么事 自有哀家护着你 玉华宫和贵妃所住的翠薇宫 只有一墙之隔 太后为了让我能勾走皇帝 真是煞费苦心 可我却不能真信了她会护我 目前 皇帝可能对我有几分兴趣 但如果我真的耍手段耍心机 故意与贵妃作对 我不仅不能勾走皇帝 而且会惹得皇帝厌烦 那时 贵妃在想对付我 就轻而易举了 而太后 也不会为了一个失宠的妃子惹皇帝不悦 我不是蠢货 所以 我要等的是一个时机 而这个时机 来得很快 贵妃和陛下夜深争吵 贵妃将陛下赶出了翠薇宫 陛下正怒气冲冲地走向了御花园 听闻消息 我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东西 绕小路 进了御花园 御花园中 皇帝冷着脸 步子胯得极大 宫臂跟在身后 战战兢兢不敢出声 连呼吸声都放轻了许多 而这时 我从树丛中走了出来 见到皇帝 脸上一喜 陛下 你怎么在这 皇帝眉头皱得很紧 我却仿佛没看到 恍然道 臣妾知道了 陛下也是来看萤火虫的吧 萤火虫 我点了点头 将手中花草举到她面前 宫中有萤中草 自然会有萤火虫 皇帝亚然 他也是第一次发现 我笑着解释道 臣妾外祖父家中行医 臣妾也略略懂些草药之香 皇帝冷着脸 见我尖头发丝上挂着几根草叶 不由地露出几分可笑 你就为此夜深不睡 我似是羞涩地红了脸 却并未解释 而是走进了皇帝 王公公响兰 却被皇帝挥退了 我看陛下眼下有些清黑 应该是这段时间没睡好 是有烦心事吗 我问得坦然又直白 皇帝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这是揣摩圣意 可是宫中大忌 我皱了皱鼻头 却不以为然 什么呀 进宫前 母亲曾告诉臣妾 臣妾是陛下的女人 是一家人 那臣妾关心关心自己的夫君 又何错之有 理所当然地直接 却让皇帝愣了一下 他目光沉沉地盯着我 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 一家人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又道 陛下随臣妾来吧 臣妾给你拿着安神箱 让您今晚睡个好觉 说吧 我便朝着玉华宫走去 皇帝却并未跟着 我回身看他 眼神疑惑 仿佛在问他为何不跟上来 片刻后 皇帝才跟了上来 我一路走 一路说 皇帝鲜少回应 可眉心间 却少了些许烦闷 连步子都轻快了些 看着王公公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我嘴角划过一丝笑意 到了玉华宫 我给皇帝拿了安神箱 便俯身送安 皇帝有些惊讶 你不留阵 我愣了一下 笑意更深 臣妾觉得 陛下累了 需要休息 她轻轻挑眉 瞥了我一眼 便转身离开 只是在踏离宫门前 突然道 安神箱如若不管用 正在来罚你 我眼睫微弯 是 臣妾恭迎陛下 我在宫门前 默默注视着她的背影逐渐离去 仿佛深爱丈夫的妻子 可不到拐角 王美人突然撞到了皇帝怀中 含羞待怯地将皇帝带进了自己宫中 见到我 她冷哼了一声 满目不屑 真蠢 陛下在禁前都不知道抓住机会 在得太后赏识有什么用 空有长相的绣花枕头罢了 我微微一笑 并不辩驳 可转身后 却是满脸冰霜 再无半分笑意 这后宫之中 蠢货 总是格外地多 此日 王美人呈宠的消息便传遍后宫 太后封她为贵人 又好好的赏赐了她一番 一时间 她成了后宫最得意的妃嫔 而她自是家世比我优渥 却在选秀时被我压了一头 对我十分看不惯 时常对我冷眼讥讽 见我秀活好 更是要求我给她秀荷包 完全拿我当秀娘使还 我不愿 她便更爱为难我 这日 把秀完的荷包给她送去时 天色已晚 心腹怀珠愤愤不平地说道 她如此张狂 娘娘 咱们真要就这么忍着 自然不能 我揉了揉酸软的手腕 突然笑了 所以她呀 活不长了 第二日请安时 王贵人迟迟未到 而从未请安过的贵妃 却匆匆而来 她眉眼清淡如蓝 肤色白如暖郁 娘娘婷婷 好似病若惜子 不言不语 便可惹人怜惜 可我却注意到她月白色的裙板上 溅上几点血子 她叹了一口气 似是十分害怕的模样 方才王贵人大抵是惩宠太累 竟昏了头想拦截臣妾的坐年 险些让臣妾摔下去 这才耽误了给太后请安 但太后您放心 臣妾已让人将她处死了 她轻轻招手 一行工人抬着一个人 扔到了殿外 只见昨日还风光无限的王美人 如今却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 了无声息 在场的嫔妃无不吓白了脸 瑟瑟发抖 太后气地将手中杯盏砸在了地上 贵妃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可这时 皇帝却大步跨了进来 挡在了贵妃身前 母后 您这是做什么 太后指着地上的尸体 皇帝 你好好看看你的贵妃 都干了什么 皇帝皱紧了眉心 这是什么 闻言 贵妃一改方才地跋扈 神色哀怯地落下泪来 陛下 王贵人对臣妾不敬 她腰间荷包上竟然绣着牡丹 不仅僭越 而且她竟还说臣妾芳华不在 您也只看心人笑不见就人哭 臣妾一时气昏了头 才打了她 没想到 她竟然死了 美人落泪 皇帝自然要哄她 王美人对你不敬 死了也就死了 又转向对太后道 母后 王美人大不敬 本就该处死 贵妃管理六宫 处置后妃也是分内之事 您就别生气了 太后气白了脸 皇帝 你真是昏了头 说罢 便扭头回宫 显然是被弃得不轻 皇帝本想追 贵妃却牵住了她的手 陛下 妾身心口疼 她袖眉清皱 眉宇间满是对皇帝偏爱的笃定 而皇帝自然不会让她失望 柔情密意地哄着她 嫔妃们相继离开 我走过王贵人时 不露痕迹地扫了一眼她腰间摇摇欲坠的荷包 艳阳下 那银丝绣的牡丹早已被写尽头 却更艳丽 我眼睫微弯 轻轻笑了笑 王贵人 别怪我 我也只是送你一程罢了 我知道 王贵人定会带着我绣的荷包 意图羞辱我 便用银丝绣成牡丹后 再用纱线遮住 银丝牡丹 只有日光下可见 牡丹是花中之王 王贵人用便是剑月 是恃宠而骄 而贵妃本就恨极了她 坏了皇帝和自己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 又怎会容得下她 我本想看一场狗咬狗的好戏 却没想到 一向在宫中以仁爱为名的贵妃 竟然会亲自打杀了王贵人 贵妃是笃定皇帝不会责怪她 而皇帝也的确偏爱她 她杀了后妃 也只一味地哄着她 但贵妃并未发现 皇帝看向尸体时的贤物 以及那双对贵妃满满爱意的眼眸中出现了一分的审视 是啊 在皇帝心中如白莲般纯净善良的心上人 怎么能杀人染血呢? 如果染了血 那一定是别人的错 错了就该罚 所以 王贵人死了 也就死了 没人在乎 但 染了血的白脸 还是白脸吗? 这微不可查的裂痕 当然无法摧毁皇帝对贵妃的爱 所以 我要做的 就是将裂痕扩大 此事后 贵妃和皇帝和好如初 皇帝再也不理会满宫满怨的妃嫔 只守着贵妃过日子 而太后却对贵妃忍无可忍 她借口礼佛 带着贵妃去了灵饮寺 少说也要半月才能回宫 没了贵妃 后宫妃嫔们为了争圣重挤破了头 玉花园 宫到前 满是争其斗艳的宫妃 而我却安安分分地守着玉华宫 只做自己的事 宫门都显少踏出 这日 我正认真调制着新香 头顶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 这么认真 做得什么香 我抬头看 才发现皇帝不知何时走了进来 正垂眸看着我 我眼睛一亮 妖宫似的 江香送到了皇帝面前 解释道 听莲平姐姐说 陛下近日老是头疼 臣妾曾听祖父说 这与狐梨香能缓解一二 便为陛下调制一些 陛下安歇前 点上一柱 便能舒缓头疼了 我长得美 宋娘子说我笑起来如枝上桃花 美而娇艳 而我更知哪个弧度 哪个角度 我更美 看着皇帝眼眸一闪而过的惊艳 我笑意更深 眼神却如质子般无辜 皇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你 对朕倒是有几分用心 喜欢陛下呀 我眨了眨眼 说得理所当然 陛下是臣妾见过最英俊神武的人 臣妾自然喜欢 身为帝王 提相是最不重要的 但谁又会讨厌美丽少女对自己的夸赞呢 帝王也是一样的 皇帝愣了一下 才笑着点了一下我的额头 油嘴滑舌 他拿着香离开了玉华宫 到了傍晚时分 王公公笑着走进了玉华宫 贵人 今晚陛下翻了您的牌子 您快些准备吧 怀珠高兴极了 赶紧让工人们准备东西 泡在花瓣水里 我看着水中倒映的人影 笑意如毒蛇般爬上了眼角 诡诀而艳丽 贵妃 好戏终于要开场了 惩宠那晚 烛火昏暗 我轻轻抬手勾住了皇帝的脖梗 柔软的红唇似有似无地擦过他的耳侧 指尖下男人的温度逐渐滚烫 在我脖梗间的喘息声也逐渐粗哑 我却推开了他 欲擒故纵 欲聚还迎 这是宋娘子教我的 皇帝眼神更显深沉 他死死地盯着我 眼底深处四燃烧着一把火 这般够了 我抬腰吻在了他的脸颊 脸颊飞红一片 眼神怯生生地 既无辜又纯情 陛下 皇帝似再也忍不了 翻身 将我压在了身下 指尖带着脖茧划过我的脸颊 你真美 我笑意更深 主动扑到了他的怀里 柔声细语 那陛下还等什么 臣妾 是你的女人 那晚 折腾到了半夜 皇帝依旧兴致很高 直至天际见白 他才停下 我只觉没些几个时辰 便依稀听到了王公公的声音 在睁眼 便看到皇帝已起身穿衣 打算去上朝 我连忙起身 臣妾伺候陛下 皇帝嗓子带着哑 在睡会儿也渴 我摇了摇头 刚起身下床便一阵酸软 却忍着走到了他境前 臣妾想伺候陛下 见我坚持 皇帝没再说什么 只是眼底更是温柔 好似对我动了情 可他离开没多久 王公拱便送来一碗黑漆漆的药 月贵人 这是陛下亲赐的安胎药 我心底冷笑 面上却柔顺 将所谓安胎药一饮而尽 皇帝呀 真是既深情又薄情 对贵妃申情 申情到只因不怨她伤心 便不允许其他嫔妃有孕 对我们 则是薄情寡义到了极点 那日惩宠后 皇帝连续翻了我七日牌子 白日里 皇帝下了巢 也总爱到我宫中坐一坐 或是看书 或是与我下下棋 或是坐在一旁看我之乡 一向是我说得多 她嫌少回应 但气氛却温馨 入宫三个月 我的位分便从贵人生至了贫 陛下亲风 更是除贵妃外独一份的宠爱 一夕之间 我成了后宫中最得宠的妃嫔 贵妃回宫那日 我正与陛下一同用膳 陛下 这条鱼清香爽口 您也尝尝 话音未落 贵妃笑着走了进来 陛下 妾回来了 可目光看到我 她脸色微变 冷哼道 倒是妾身来得不巧 饶了陛下的好事 这话大胆 可皇帝却并不怪罪 而是笑着起身 牵住了她的手 又胡说 朕想你还来不及呢 这一刻 皇帝眼中只有贵妃 两人一同坐下 说着亲密的话 我插不上嘴 也容不进去 我知道 这是贵妃故意给我难堪 可我却不喜不怒 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 不打扰 不出声 直至皇帝想起了我 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 月嫔 你先退下吧 我温顺点头 贵妃见皇帝轻易将我打发 更是得意 可笑还不达眼底 皇帝却突然又说道 过几天 朕在去看你 我眼睛微亮 轻轻露出了一抹笑 似是受宠若惊 是 臣妾恭迎陛下 这些时日的陪伴 总算不算白费 贵妃眼神微微眯起 与我擦肩而过时 她嗓音轻不可闻 凭美色是人的玩意儿罢了 陛下玩玩也就腻了 能有几时长久 闻言 我尖头微颤 如兔丝草般 怯弱无能 贵妃更是不屑 她以为我是害怕 殊不知 我是兴奋 兴奋 杀她的人近在眼前 她却毫无所觉 贵妃回宫后 皇帝嫌少再翻任何人的牌子 少数的几次 也是进了我宫中 而前些十日 争宠最厉害的妃嫔 则是一个接一个地生了重病 不到半月 便死了三四位嫔妃 看似和贵妃无关 但人人都知道 贵妃是要杀鸡儆侯 一时间 妃嫔无不战战兢兢 不敢再耍手段勾引皇帝 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而贵妃 自然不会让我好过 因为前夜侍寝 给贵妃请安时 我稍晚了些 贵妃便由此 指责我对她不敬 罚我跪在艳阳下反省 跪了一天 等回宫时 膝盖满是青子 疼得钻心 怀珠心疼得落泪 愤愤不平地说着贵妃的坏话 我听着只觉得可笑 四日一早 我硬撑着去了乾坤宫 将心智地熏香交与王公公 又细细地嘱咐 如何用 用多少 却对自己的伤势 只字不提 一言一语满是对陛下的真心 到了傍晚 怀珠正给我敷着药 皇帝突然走了进来 我惊喜万分 陛下 您怎么来了 想起身行礼 却想起膝盖的伤口 下意识地想用手遮住 可皇帝却先一步拨开我的手 看着我膝盖上轻轻紫紫的伤口 他皱紧了眉头 伤成这样了 还给朕送熏香 傻不傻 我轻轻抿嘴 妾身害怕陛下睡不好 真笨 皇帝叹了口气 如果没有朕 你可怎么办 我眨了眨眼 不安地攥住了他的袖口 为什么会没有陛下 陛下不要妾身了吗 他只起身 居高临下地瞥着我 眼底深沉而冷漠 我微缩地抖了抖 下意识地想收回自己的手 可下一秒 却被他牵住了手 他抬手挽起我散落的长发 嗓音带着细碎的温柔 要 真要你 我灿然一笑 扑进了他的怀里 他接过药膏 亲自给我抹在了膝盖上 小心翼翼地模样 生怕碰疼了我 自然没发现 方才还满眼爱慕的妃嫔 此时此刻却是目光冷漠 毫无动容 在此侍寝后 王公公案例送来了做胎药 可这次 我却闻出了不同 这是真的做胎药 我面上微精 看向一旁静静看着我的皇帝 陛下 皇帝笑了笑 安胎药 对你好的 这一刻 我什么都懂了 惊喜地红了眼眶 妾都听陛下的 皇帝不傻 自然明白我早已知晓之前的做胎药都是假的 却心甘情愿地喝了下去 他接过手帕 亲自给我擦了擦嘴角 月嫔 你真傻 等他走后 我笑意见收 看着早已喝净的做胎药 轻轻地 吃笑了一声 人都说 最是无情帝王家 皇帝当然知道 后宫妃嫔对她的心意 永远利益大于真心 所以 我这份真心 真情才显得万分可贵 皇帝将真情深爱给了贵妃 却 无法拒绝一个将真情深爱给她的女子 更何况 我如此趁她心意 无论床上还是床下 皇帝只会对我愈发用心 如今更是停了婢子汤 意图让我怀上龙嗣 贵妃呀 贵妃 你心爱的男人 好像对我真的动了心 你所谓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梦 早就碎了 那我就让她彻底粉碎吧 我停了婢子汤这时 只有极少人知道 可贵妃却与皇帝大闹了一场 乾坤宫内 工人垂手站在两侧 贵妃红遮眼怒视着皇帝 陆长洲 你怎么能停了她的婢子汤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她了 我要杀了她 我要杀了她 说着 她一改往日的温柔 猙獰着脸 竟想掐死我 可刚走两步 便被皇帝抓住了手腕 抱在了怀里 阿饶 不要再无礼取闹了 乾坤宫内外 满是工人 众目睽睽之下 皇帝是为了不让贵妃当众失疑 传出去 对贵妃更是不利 可贵妃却认为 皇帝是为了保护我 一时间 她更为气愤 猛地推开了皇帝 指着她 怒声喝道 我无礼取闹 陆长洲 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在猎场被刺杀时 如果不是我为了你挨了一箭 又带着你藏在山洞里 喝露水吃野果 你早就死了 当时你答应我 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你怎么能如此背叛我 话音未落 贵妃语气猛地一顿 她知道 她说错话了 世人皆知 皇帝是贵妃所救 皇帝这些年也因此对贵妃宠爱至极 多年来 贵妃从不提当年的恩情 却更让皇帝怜惜她 但如今 她如此咄咄逼人地说起 不仅不会让皇帝感念她的恩情 反而会让皇帝回忆起了当时狼狈弱小的自己 果不其然 皇帝脸色猛地阴沉了下来 她松开了贵妃的手 那双充满爱意纵容的眼眸 带着一丝 审视地盯着贵妃 一言不发 乾坤宫内 一片死寂 贵妃浑身微颤 下一秒她扑进了皇帝的怀中 泪如雨下 陛下 臣妾只是太害怕了 才说错了话 臣妾太害怕失去你了 陛下 臣妾这些时日 只要想到你会忘记我 我都害怕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才会说错了话 陛下 这般话说得可怜又可爱 皇帝撇着她 终究被她哭得心软 叹了一口气 将她抱入了怀中 安抚道 贵妃 朕不会怪你 也不会忘记你的 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 贵妃以为皇帝是真的不介意 却不知 在她走后 皇帝冷着脸叫来了王公公 给朕查出来 贵妃到底在朕的乾坤宫安插了多少人 那查出来该如何处置? 杀! 冷漠无情啊! 过去甜蜜时 贵妃往皇帝身边派人 是时时刻刻地关心 如今 却是安插人手 是窥探军心 帝妃两人终是起了隔阂 不枉我 亲自将婢子汤这个消息传到了翠薇宫 那日后 皇帝依旧宠爱贵妃 但却不再是专宠 她时常宣召其他妃嫔事情 这是个信号 后宫中再次为了圣宠热闹了起来 贵妃生怕皇帝生气 只能忍着 日日送参汤送茶点 试图牢牢抓住皇帝的心 可她每次去 我都已在狱前 皇帝喝着我亲手熬制的药膳 笑着夸我用心 贵妃将红豆酥饼拿出来 摆在桌子上 红豆酥饼是当时两人定情时常吃的点心 皇帝不由露出一丝怀念 看向贵妃的目光温柔了些许 她抬手想拿 我却拦住了她 陛下近日勤政辛苦 太医嘱咐少食油腻 这点心 还是不要吃了 闻言 皇帝动作一顿 贵妃脸色则变得难看 月婷也太谨慎了 少吃一点也没大碍的 可皇帝却收回了手 只是道 算了 贵妃呀 这点心你放这儿就行了 可谁都知道 皇帝不会吃了 之前满心满眼的皇帝 再也不是为贵妃侍从了 贵妃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这时 大臣觐见 我和贵妃一同离开了乾坤宫 宫道上 贵妃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月嫔 你别得意 皇帝的心是我的 你只不过是个玩意儿 我才是最后的赢家 我轻抚发际 笑得漫不惊心 贵妃娘娘 谁是赢家 你可说了不算 贵妃满目阴沉盯着我片刻 转身离开 我看着她的背影 轻轻挑眉 可别让我失望啊 贵妃 江北突发大旱 土地寸草不生 皇帝为此事 夜夜难免 嫌少再入后宫 这日 贵妃侍寝 突然半夜惊醒 便身冷汗 皇帝换来太医 太医却查不出半分问题 可自此三日 贵妃常常夜半惊醒 面容逐渐消瘦 眼下清黑 皇帝忧心不已 却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挤出时间来陪伴 这时 贵妃再次惊醒 皇帝眉宇间隐隐露出不耐神色 她的宫女突然哭着说道 娘娘 奴婢知道 你不想陛下为您忧心 但您就告诉陛下吧 这后宫之中 可能是有人用巫蛊之术 暗害您啊 再不说 您只怕没命了 巫蛊之术 这可是宫中大忌 一旦发现 便是死罪 皇帝闻言大惊 贵妃这才哭哭啼啼 是自己这几日梦中 总是梦到自己 好像成了一个木头人 被一颗钉子一次次地定刻 疼得钻心 皇帝找来了法师 法师算出 谋害贵妃的人就在贵妃最近的地方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 玉华宫 翠薇宫 旨意强之格 而且 贵妃和我向来不对付也是人尽皆知 我的确有谋害贵妃的嫌疑 翠薇宫内 贵妃力声喝道 岳贫 你可知罪 我却不畏不惧 臣妾何罪之有 你用巫蛊之术谋害本宫 竟然还不承认 贵妃义正词严地看向了皇帝 陛下 请您下令立刻处死岳贫 皇帝一时无言 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我抬头看她 突然问道 陛下 您可信臣妾 皇帝眼睛微眯 嗓音低沉 月贫 如若此事做时 朕也保不住你 她不信我 更不会护我 我只能自证清白 真不愧是无情帝王家呀 我心底痴笑 面上却毫不畏惧地看向了贵妃 贵妃 你可有证据 贵妃冷笑 常名法师是文明天下的大师 怎会说谎 我一时笑 大师当然不会说谎 但空口无凭 臣妾想要用巫蛊之术谋害贵妃 并有误见 现如今 什么都没有 却说臣妾谋害贵妃 臣妾当然冤枉 文言 贵妃不露声色地瞥了一眼我身后一个宫女 见她点头 贵妃笑得更得意 那你可敢让本宫搜一搜你的玉华宫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或惊疑 或得意 或幸灾乐祸 可这时 我却笑了 从容而坦然 当然敢 过了半个时辰 皇帝派来的人走出了玉华宫 手上捧着墓盒 贵妃的唇边露出微笑 物证在此 月嫔 你还敢不承认 我轻轻挑眉 贵妃又看向我身后的宫女们 冷声道 你们谁知晓此事 本宫给你们的机会 自己承认 不然全部打死 此话一出 一个宫女突然扑腾一声跪在了地上 贵妃娘娘 陛下饶命啊 用巫蛊之术谋害贵妃的事 全部都是月嫔娘娘一个人筹划的 她嫉妒贵妃得陛下专宠 早已对贵妃怀恨在心 偶尔听说巫蛊之术 便派人去求来了牧人 想害死贵妃娘娘啊 人证物证俱在 一时间 我用巫蛊之术谋害贵妃的事 好似已成事实 皇帝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月嫔 你可知罪 我跪在地上 仰头看她 面色平静 陛下 臣妾陪伴你数月 从来不曾张狂 自认对陛下一片痴心 从不曾掐肩冒头 更不曾同你说起过任何贵妃的不好 臣妾不知贵妃为何要诬陷于臣妾 更不知这宫女为何要这么说 还请陛下明察 说着 言为微红 仿佛伤透了心 皇帝一愣 贵妃却冷声道 月嫔 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既然你什么都没做 那这是什么 说吧 将墓盒狠狠砸在了我身上 可从墓盒中滚落出来的却并非她早已安排好的墓人 而是一页页的佛经 所有人都愣住了 皇帝眉头紧皱 月嫔 这究竟怎么回事 闻言 我好似彻底崩溃了一般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哭得哀切可怜 陛下最近烦心国事 臣妾没什么能帮陛下的 只想抄写经书为陛下祈福 为万民祈福 好让大雨落下 免得陛下烦心 臣妾本不想邀功 但实在不知 贵妃为何用此诬陷臣妾谋害于她 此话一出 方才信誓旦旦 只认我的宫女也崩溃地哭了出来 陛下饶命 是贵妃 都是贵妃用奴婢一家性命要挟奴婢 奴婢才诬陷了月嫔娘娘 其实真正用巫蛊之术的人 是贵妃 贵妃脸色俱变 你胡说八道什么 宫女却咬牙切齿地说道 陛下最近宠爱月嫔娘娘 贵妃度恨 便用银子收买了长明大师 命其找来了刻有陛下和月嫔娘娘的牧人 以图泄愤 如若陛下不信 大可去搜 不到半可 皇帝的人再次回来的时候 手上拿着两个刻有皇帝和月嫔八字的牧人 牧人上全是深刻的划痕 贵妃失态地摔在了地上 大喊道 臣妾冤枉啊 陛下 臣妾对陛下一片痴心 怎么可能怨恨陛下 宫女却冷笑道 您当然怨恨陛下 您怨恨陛下给不了你皇后之位 也给不了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而长明大师也扛不住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人证物证俱在 贵妃无可辩驳 皇帝死死地盯着贵妃的面容 依旧如过去那般美丽娇弱 但不知怎么地 却越看越陌生 她突然想起了很久之前惨死的王贵人 那血肉模糊的模样 她都不忍看 贵妃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下手 她可以因为杜恨杀了王贵人 当然也可以因为杜恨杀了月嫔 也可以因为怨恨 谋害自己 这样的人还是她心中纯洁善良的心上人吗 我默默地站在一旁 将皇帝的表情看得十分明白 心底却是吃笑 皇帝忘了 贵妃之所以如此跋扈 如此罔顾人命 全是因为她一步步的纵容和宠爱 贵妃哭喊着说自己冤枉 但她专横多年 早已得罪了所有人 更没人会为她说话了 而她唯一的依靠 皇帝 也在今日 对她失去了最后一丝的耐心 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 贵妃 即将垮台了 巫蛊之事后 皇帝封锁了消息 长明法师和贵妃宫中知晓此事的所有宫人 皆被处死 贵妃亦被夺了封号 关入冷宫 被带走前 她睁着赤红的眼 死死地盯着我 似乎在疑惑她精心策划的一切 为何会变成这样 她用了银子收买了长明大师 用家人的性命 要挟了宫女 让他们两人联合起来诬陷我 明明是万全之策 怎会生变 但她不知 我早已发现了宫女的异样 派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果不其然发现她偷偷将乌骨埋在我后院的树下 宫女见事情败露 将一切坦然相告 于是 我让人接出了她的家人 又承诺会送她出宫 宫女欣喜若狂 和我好生演了一出戏 给贵妃看 实至如今 我本以为皇帝定会夺了贵妃的性命 我想 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心爱之人亲手杀了自己更痛苦的事情了 但皇帝却仍然不舍 留了她的命 真是深情 但 这般的深情 却在去冷宫探望了一次贵妃 看着往日的心上人行萧古力 浑身狼狈的样子后 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那日 皇帝难眉宇间 藏不住的贤物 和在贵妃靠近时 下意识地退后 如重锤一般狠狠砸在了贵妃心中 往昔的宠爱 在此时此刻化为了一把凌迟的快刀 彻底击溃了贵妃 看守她的宫人跟我汇报说 贵妃重病了 我 那时已是皇后 坐在了贵妃朝思暮想而不得的位置上 理应去探望她 冷宫累 贵妃头发散乱地披在肩上 再也没了往日的体面 只能病奄奄地躺在床上 连被褥都散发着阵阵臭气 从巫蛊之术后 贵妃在冷宫待了三年 这三年里 先皇后和太后先后病故 我被封为皇后 生育一子一女 成了后宫中最尊贵的女人 而昔日众星捧月的贵妃 却早已成了冷宫弃妃 甚至不用我亲自动手 那些曾经被她踩在脚下欺辱的嫔妃 也绝不会轻易放过她 贵妃早已被折磨得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了 但我始终调着她的命 不允许她真的死 还不到时候 这日 我刚走进了冷宫 贵妃便寻声望了过来 看到我 眼眸中燃起无尽的恨意 仿佛要将我灼烧殆尽 贱人 你竟然还赶过来 我却笑了笑 嗓音温柔 贵妃娘娘 近来可好 贵妃娘娘四个字 如同锋利的刀 狠狠刺进了贵妃心中 贱人 全都是你害的我 是你害了我 她从床上挣扎着朝我冲过来 却被摸摸狠狠扇了一巴掌 贵妃嘴角出血 神色恍恍惚惚地看着我 满目癫狂 这一切都是不对的 我明明早就杀死了女主 我才该是这个世界的女主人 为什么我会被你这个无名小卒击败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切肯定是梦 她嘴里喃喃着没人能听懂的话 其他人都觉得她是彻底疯了 但我却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挥退了宫人 突然开口道 我曾经有过一个名字 贵妃不解地看向了我 我笑着道 叫沈可雅 贵妃 还记得吗 沈可雅 贵妃重复了一遍 神色猛地变得煞白 不可能 沈可雅早就被我杀了 我封贵妃的第一天便去调查过了 沈可雅是沈家嫡女 你是她的贴身婢女阿月 你不要想骗我 我不会上当的 她嘴里说着不可能 可韦英却颤抖得厉害 我垂眸望去 和她的目光相撞 眼底是死一般的冷漠 你杀错了 你一直都杀错了人 我名为沈可雅 是沈家嫡女 亦是这个书中世界的女主 这是阿月告诉我的 阿月是我从路边捡的小乞丐 我自小身体虚弱 被母亲送到了江南外家养大 儿时病若在床时 阿月便给我讲故事 她说 我们在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本书 而我是书中的女主 将来会救下皇帝 被她抢取豪夺后 最终美好的生活在皇宫中 但我不愿生活在皇宫里 也不想当女主 我只想活着 阿月听完 笑着牵住了我的手 对我说 好 阿月一定会保护好小姐的 后来一次重病 险些要了我的命 母亲请来了法师为我驱邪 法师说我命格太重 命又太轻 急急离之前要找个替身 才能平安长大 阿月自愿成了我的替身 一戏之间 她成了慎可雅 成了沈家嫡女 而我 成了阿月 后来 我的病日渐好转 在急急离前半月 我跟着阿月回到了沈家 阿月偷偷跟我说 前不久 一个女子替我救下了男主 女子已成了宠冠后宫的贵妃 我这个女主 应该不会和男主有纠缠了 一定会平安一生的 我们都很开心 可灾难往往降临在人最接近幸福的那天 阿月死在了我急急里的前一天 她是替我死的 我知道 因为贵妃要找的是沈可雅 是未来会成为她敌人的女主 阿月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什么都没说 只是抬手轻轻擦掉我的眼泪 笑着跟我说 小姐 女主死了 以后 你自由了 她想用她的死 换我的自由 但 她错了 那日后 我便再无自由 我活着的一切目的 都是为了复仇 入宫也好 学勾拦手段也好 装吃卖乖也好 都是为了向上爬 都是为了复仇 我要为惨死的阿月讨个公道 贵妃惊恶地望着我 半晌说不出话来 天课后 她面容逐渐猙獰 死死地瞪着我 想要说什么 可下一刻 却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目光也逐渐涣 我都要死了 你却告诉我 我杀错了人 也爱错了人 沈可雅 你真是好狠的心 我冷眼旁观她的痛苦和狼狈 突然问道 当时的你 已是贵妃 宠冠后宫 皇帝对你亦是情根深重 一心一意 你却仍然要如此忌惮所谓的女主 哪怕我对你造不成任何威胁 你却仍然要痛下杀手 为什么 贵妃愣了一下 她抬头看我 眼眸中布满了血丝 愤恨又笃定 谁让你是女主呢 就算你当时弱小 终有一日也会强大的 那时你一定会抢夺我的皇上 我只是不想她被别人抢走 我有什么错 我没错 错的不是我 是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乖乖地去死 为什么要活着挡我的路 挡我的路的人都该死 女主怎么能活着 就算她什么都没做 也是威胁 我只不过是为了斩草除根 我精心策划了一切 我想成为这个世界最尊贵的女人 我没错 我明明就要做到了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 该死的人是你们 陆长洲 你负了我 原来只是这么简单的理由 只是因为忌惮和胆怯 她便轻而易举地夺走我最重要的人 走出冷宫时 我依稀还能听到贵妃的嘶吼 嬷嬷生怕我烦 进门之后便扇了她几巴掌 贵妃再也没了咒骂的力气 昏死了过去 她看不起下人攻臂 如今却被他们任意欺辱打骂 这滋味 对贵妃来说只怕彼死 还难受 她叫嚷着让我送她去死 我没同意 因为还没到她死的时候 时间一晃又过了几年 我的儿子被封为了太子 分封礼结束后 皇帝去了最心宠的一个江南秀女宫中 听人说 那个秀女长得有几分像年轻的贵妃 我听了只觉得万分可笑 皇帝宁肯宠一个假贵妃 都不愿见活着的贵妃 可见 是真的咽了她 可谁都没料到 贵妃竟然硬撑着身子 从冷宫中逃了出来 冲到了皇帝跟前 一刀刺穿了她的心脏 所有人都吓傻了 贵妃却癫狂地大笑着 死吧 都死吧 然后又将沾满鲜血的刀刺穿了自己的心口 她用尽全力牵住了皇帝的手 私声道 陆长洲 这宫中 只有我爱你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可她心爱的皇帝 却猛地甩开了她的手 朝着我呼救 救我 可下一秒 贵妃不知哪来的力气 竟拔出刀 又接连刺了皇帝树刀 她嘴里吐着鲜血 眼底满是蜂魔 你不可以爱别人 你是我一个人的 我为了你放弃了一切 我为了你想要逆天改命 你不可以离开我 直至皇帝彻底没了气息 他才好似安心地闭上了眼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吓得愣在原地 直到我开口怒吓道 愣着做什么 快去叫太医 可所有人看着躺在地上 被刺穿心脏的皇帝 都很清楚 皇帝没救了 工人纷乱不止 却无人敢挪动地上的尸体 我冷眼看着两人紧紧交握的手 眼底划过一丝冷笑 贵妃呀贵妃 这些年来 我用人身护着你的命 为的就是今日啊 爱人相残 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看的戏码了 所以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和皇帝生同亲死同种 祈福你们两人生生世世缠绵恩爱 皇帝驾崩 我扶持太子登基 成了本朝最年轻的皇太后 我临朝听政 却不贪恋权力 在右帝能够掌控朝堂时 我还政于帝王 成了后宫中的闲散太后 但精神却愈发不好了 而西洋画师终于根据我的描述 画出了阿月 很像 像得我仿佛又见到了她 我老了 阿月却依旧年轻 不知会不会认出我来 可能是老了 我时常做梦 这日夜里 我梦到儿时江南外家的葡萄藤 那是我父亲所种的 夏日时 我和阿月坐在秋千上 轻轻抬手便能摘到又大又甜的葡萄 阿月总是先喂给我吃 她笑弯了眼 道 小姐 好甜的 我吃下了她喂给我的葡萄 的确很甜 等咽下去后 才纠正她 阿月 我现在不是小姐 你才是 阿月轻轻晃着我的秋千 没人知道的 小姐 我就想这么叫你 我眨了眨眼 阿月姐姐 你以后叫我阿雅 好不好 那是我第一次叫她姐姐 她愣了一下 下一秒 脸上绽放出更灿烂的笑容 好 微风徐徐 秋千轻晃 我只想打瞌睡 可这时秋千突然停了 我睁眼去瞧 却见阿月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 冲我招手 阿雅 咱们去摘花吧 我直觉不安 摇了摇头 不去 阿月 我们就待在家里吧 可阿月却不理我 她静止地朝外走去 我想把她叫回来 可她一直都不肯回头 阿月 姐姐 姐姐 你等我一下 我要牵着你 我急了 起身去追她 私生喊她的名字 可她始终没有理我 更不曾回头 她不要我了 这个念头在心口发酵 将我的心狠狠地揪在了一起 下一秒 我猛然惊醒 才发现满脸冰凉 全是泪水 恍惚朝外看 是红墙绿瓦的工墙 没有葡萄藤 没有鞦韆 也 没有阿月 阿月 早就不在了 很多年前 我就知道的 可如今 此时此刻 这个念头 却如重锤 狠狠地垂在了我的心头 又疼又闷 我意识逐渐模糊 恍惚间 我仿佛看到了阿月 她依旧是过去的模样 可这次她 没如梦中那般离开我 而是对我伸出了手 她脸上挂着笑 对我说 小姐 阿月来接你回家了 我愣了一下 回头看 发现我又回到了葡萄藤下 藤架上接满了红彤彤的葡萄 不远处是我的小鞦韆 随着风晃来晃去 我笑了笑 毫不犹豫地牵住了她的手 我们回家了 那现在在做一帮天 不停地牵住了 我来带你来带你 那是想要带你去腿 我会来带你去梦 你去腿 你去腿 那是想要带你去腿